天氣冷嗖嗖 不過還是有許多民眾 起了個大早 參加東山鄉的元旦升旗典禮 今年不同於以往 在羅東高宮管樂團的演奏下 迎接國旗進場 進行隆重的升旗典禮 旗典禮 一個重新 一個活力 一個新的開示 我們看到我們今年的申請典禮 我們也特別邀請到我們羅工 我們這裡的高工的這個 學生 用煙燒的 我們也在心中有一個引起的儀式 就是要來電視就說 我們用感恩 秀福的心情 我們在這個土地 我們有一個民主自由 這個整個好處的環境裡面 我們等一下要提升 我們來更疼愛 我們這個國家 3 2 1 升旗過後立即展開漸行 從鄉鎮中心出發 經過稻汁易到生態綠洲 東山河左岸自行車道移東橋 東山河右岸自行車道再折返回起點 全程約4.5公里 公所也準備1800份特製的 東山茂漢兩桿金 要送給參與漸行的民眾 我們的肚子 我們的肚子 我們未來在新的一年裡面 我們東山鄉同所的團隊 一定再打拼 來 為我們的鄉親和服務 阿克思說 有需要我們來改成的部分 大家請到我們多多指教 我們今天是新年剛才一天 這個地方 祝福我們 當所有的鄉親 這些青年朋友 新的一年 新的開始 我們大家的共同來打拼 經過跨年狂歡後 民眾在元旦清晨天還沒亮 仍趕來參加升旗健行 朝氣蓬勃的邁向新的一年 宜蘭新聞記者黃柱 燦財弘報導 raw ン 食物 早送 在 我們